咱们就慢慢来 看他们还敢不敢怠慢 春春小姐 时间已经到了 没告诉你 想沾化妆吗 时间已经到了 如果你们不过去的话 你们自己负责 别这么吓人好不好 不就是迟到几分钟吗 有什么关系 大惊小怪 真是没见过失眠 如果记者写出什么负面新闻 影响我们公司形象的话 你们负得起吗 我们请你们来是做宣传的 不是让你们出丑的 你是什么态度啊 感觉春春小姐这样说话 记下她的名字 我要投诉她 我叫蓝小一 这是我的名片 欢迎投诉 我再说一遍 时间到了 再不去 自己负责 你说什么跟谁呀 哭不流声 能看吗 一切都顺利吗 还凑合吧 你不知道 宣传这边有多难搞 处处刁难别人 你演过几个小电视机 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 好 那晚上我请你吃饭 当做给你的奖励 好啊 那晚上见 拜拜 拜拜 来 喂 陈先生您好 在我最喜欢的餐厅定两个位置 两个是吗 等等 定三个 好的 谢谢 谢谢 春春 来 请坐 谢谢 怎么回事你 活动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你还来烦我干吗 春春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她是我女朋友 如果你不想跟她一起吃 那你只有自己吃了 你想换别家吗 走吧 小姐 这是您的钥匙 恭喜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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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进我们家门的女孩 起码要门当户队 有学士 有教养 像你这样 带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进我们家的确有点丢人 大白话当然是伤人了 不过我这个人说话做事 一向直接坦白的 我的意思希望你能明白 伯母 我觉得您多虑了 我和猴子只是朋友 你不必那么紧张 至于你说的那种女孩 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就出生在很普通的家庭 我没有办法那样 我必须靠自己的努力买房子 赚钱 养孩子 所以我只能这么生活 妈 姐好像到处在找你 你 你要不要过去一下 我妈跟你说了什么 她说我陪不上你 你都跟你妈说什么了 天哪 我跟她说 我喜欢你 还有 我想娶你 小姨 你别再跟自己 过不去了好不好 你不要这么逞强好不好 就让我帮你吧 不需要 我自己能行 小姨 我真的是觉得 你特别的不容易 你宁愿苦死累死 也不愿意依靠男人 你还享受 清贫的快乐 奋斗的快乐 这真的很难得 但是有时候 你得学会接受帮助 比方说有一个女孩摔倒了 一个男孩向她伸出手去扶她 她就应该把手给她 而不是说 谁让你帮忙 我自己来 你不要太逞强了 可是我宁愿靠自己 变成一个强者 我也不希望靠别人 小姨 人一辈子不仅是 从生到死的小号 你既然能享受清贫 为什么不能享受富足 享受幸福 想想吧 猴子 我刚才跟蓝小姨谈过话 她跟我说她对你没意思 是的 妈 我还在努力 说实话 像蓝小姨这样的女孩 身世背景都不优 生活态度也不佳的女孩 是不能进我家的门 当我的媳妇的 起码得像神学这样 家世教养学士都好的女孩 如果你坚持要跟蓝小姨来往 我是不会同意的 已经很晚了 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晚安 猴子 猴子 怎么每次跟你说话 你都不想谈呢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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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小姨 谢谢妈 爸 打火机在哪儿 帮你点蜡烛 好像在写字带的出涕里了 天飞 你去拿一下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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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在口袋里边 你看你 天飞 别找了 在正那儿 来 你来点蜡烛吧 爸 许个愿吧 好啊 我的愿望呢 就是我们来两口健健康康 你们小两口呢 和和美美 是不能说出来的 说出来就不灵了呀 好 不说 不说 可是你已经说出来了 妈 你不扫心好不好 小罗 你妈呀 今天心情不太好 我不是马上退休了吗 我原以为呢 我们公司还会继续反聘我的 可是今天老板亲自找我谈话了 说声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你妈就担心啊 我人一走茶就凉 以后就没机会 帮你们公司张罗业务了 爸 爸 妈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以后 我们会把公司搞好 你们怎么搞好 现在商业那么难做 整个上海滩都是世界五百强 你们一个小的皮包公司 等着倒背关门吧 妈 妈说得没错 不过您放心 如果真的有这一天 我会出去找工作 在上海滩 只要勤快 是饿不死的 嗯 这话不错吧 饿不死的 扫扫地 卖卖垃圾也是饿不死的 这标志也太低了吧 你还有蛮没完呢 公飞啊 你能这么想 你就放心了 小罗 把酒柜里的红酒拿出来 天飞啊 今天就陪我喝两杯 天飞啊 今天就陪我喝两杯 天飞啊 昨天我们董事长啊 给我透了底 你知道他为什么问你们要两百万销售保证金 后来又借口时间紧了 换了另一家公司 这还真不知道 他这是让你们知难而退 你说这个天底下事巧不巧啊 你借的那辆红色宝马车啊 就是我们董事长女儿新换的车 你也喜欢这款车吗 我呢原本算在退休前呢 再拖你们一把 我退休以后啊 这工资就会大打折扣啊 不能像以前那么支持你们了 好歹你们还年轻啊 多吃点苦总是个好事啊 你说是吧 来 我祝你们前程四季 干啥 你家里那么多钱还跟我哭穷 嗯 我和小路妈呀 今后都指的你们了 慢点 老梁 哎哎哎师傅 新冠下午到 你前面期有没有买好 买好了买好了 马上就到 那个师傅我跟你说一下 就是我的天花板呢都用白色 然后客厅是淡蓝色 卧室是橘色 好我知道了 好那个还有就是我问一下 呃有期要刷几天 有期三四天差不多 嗯好没问题 谢谢你了 不客气 你一个女孩子啊 自己搞端修挺不容易的 你放心好了 我们肯定给你干好的 行谢谢 不客气 哎我家的我家的师傅 好 麻烦你了啊 哎哎哎你不帮我搬上去啊 我只送货我不搬货 你就帮个忙不行啊 啊 我还可以把自己给你逃stop 呜 好 或者是跟你说 师傅 能帮我扒一下吗 十块钱好吧 你住几楼啊 五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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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是 实在扒不动啊 麻烦你了 小叶 人一辈子不仅是从生到死的消耗 你既然能享受清贫 为什么不能享受富足 享受幸福 想想吧 你来啦 出差用的资料和样品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要有心理准备很重啊 这么多东西怎么不叫快递啊 来不及 江经理说了 你我都是年轻人 有的世界 我是你超人吗 不楼啊 这个时候电梯片面还坏掉 真倒霉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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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叶 要不我们歇会儿吧 让我走走 赶紧拿起来吧 来不及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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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鞋杆断 那怎么办 还有两层楼呢 先这么着吧 待会儿再说 可以吗 可以 慢着点啊 好 没事 同样的产品 东莞那边的厂家的价格 要比你们低百分之二十 但是我们的产品 无论是从稳定性 还是科技含量 都要超过那些厂家 我们还提供三年的保修 或比三家才知道 谁是最好的吧 是的 你可以先看一下 我们的产品介绍 这些我都会考虑 但是最关键的是 我关心的就是价格 对不起 这已经是我们公司的 最低报价了 我们也是为了打开市场 由总公司特批的 如果再低 恕我直言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合作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算了 不能让 如果接近价格底线 那么我们一毛钱提成都拿不到 这么辛苦就白费了 我还搭上一双心 豁出去了 多一把 那真是遗憾了 希望下次有机会合作 等等 我看你们 不太有诚意想做这单生意吧 我们大老远跑过来 带这么重的资料和样品 就是想第一时间展示给贵公司 您说我们有没有诚意啊 是啊 我们蓝姐为了帮着搬 把鞋根都给弄断了 那好吧 就照你们说的这个价格 对了 那边哪位小丫头今天有空 去趟商场 给蓝小姐带双鞋子过来 秦总啊 是我 贵公司这次招标 小弟也想参与啊 是吗 您看 什么 需要电资啊 秦总 您看能不能通融通融 小弟我最尽手 秦总 在这里 现在我ürst 什么 是不是 我来帮我 继续 你叫我 你叫我 真的吗 我的 你叫我 我叫我 秦总 那些 毯行 嗯 今天商场好多品牌都在打折 声音台排了那么长一条队伍 可壮观了 你怎么就知道逛街啊 一下又买这么多 家里衣服还没穿完呢 还请你穿衣服吧 一件衣服就穿个一两次 多浪费啊 别着急 我买的都是三折以下的经典款 穿几年都不会过时的 怎么了 没事 我心烦 还是在为借高利贷的事情烦吧 这件事呢我跟我爸也说了 他觉得这件事情他也有责任 所以呢他说 如果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还得出的话 他就帮我们还 说话呀 你现在是不是内心受到极大的谴责 我正在忏悔呢 你为什么不早说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跟你说实话 那笔高利贷我拿去做股票了 我也是为了想把这历史给补上 想赚个差价 谁知道这几天股市大跌 全部给套进去了 不是 田飞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你还想不想过日子了 这事能怪我吗 你自己把这事捋一下 要不是你爸 一会儿呢信息错了 一会儿信息又慢了 我们现在会成这样情况吗 田飞你能不能检讨一下自己啊 没错 借高利贷是我同意你去借的 但是你拿这笔钱去抄股我完全不知情啊 我告诉你 田飞 自己出了问题 自己出了皮肚自己解决 别一天都要犯了错 我就想把一切责任都匹到别人身上 什么 借高利贷 还炒股 真是作孽呀 小陆 这次啊 咱们不管他了 看他怎么解决这件事 咱们让这小子吃点苦头 可是妈 房产镇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借局写的也是我的名字 他们肯定会来找我的 小陆啊 平时看你挺灵光的 怎么被这个田飞骗得团团转呢 借局是好随便签字的嘛 就是签了字 那钱也要控制在自己手里啊 田飞 把钱给花光了 要我们来还债 每个月利息要十万 十万了 你爸爸趴在那儿要做多少账才还得轻啊 对不起 妈妈对不起 爸爸对不起 其实 其实田飞也是好心啊 他 他拿钱去炒股 也是希望快点把利息还清 这样比较安心嘛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替他说话 自从你嫁给田飞 我跟你爸爸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原来养你一个人就够了 现在还要养女婿 今天要车 明天要做生意 小陆啊 我们家就是一座金山 也要被你这个老公给花光了 行了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还是想想怎么解决吧 小陆啊 这钱呢 我和你妈妈连本代理可以帮你们还上 但是这股票 你得让田飞转到我名下 我来操作 怎么说这方面我比他多懂得点嘛 还有 你们家房产证 以后就交在你妈那儿 这样保险点 你回去告诉田飞 今天这事啊 算是帮你们搞定了 以后全得靠你们自己了啊 老是这么啃老这 还怎么得了呢这 我和你妈要死了 你们还不过吗 爸 也只好先这样吧 小陆啊 以后做事多长个心眼啊 别被人家骗了 还帮人家数钱呢 嗯 这次还钱的事 千万别告诉田飞 给他点颜色看 这次啊干得漂亮 辛苦了 不辛苦 这是我应该做的 明天晚上在相哥里拉酒店呢 有个鸡尾酒会 你呢代表公司去参加吧 另外啊 马先生也回去啊 哎 你们两个发展得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能喝喜酒啊 再说吧 跟你说这谈恋爱啊 是跟做业务一样的 你觉得有戏就快刀斩乱麻 千万不能优柔寡断的 像马先生这么优秀的男孩子 你稍微犹豫一小下 没准就被别人抢去了 到时候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谢谢江经理关心 那我先出去做事了 嗯 好 你还真来了 你怎么穿这么正式啊 那当然 这是正式的晚宴 我总不能穿着牛仔裤和T恤 嗯 嗯 哎 哎 哎 我觉得你拿的太多了 你能吃完吗 我跟你说啊 他们这儿的糕点是最好吃的 不吃白不吃啊 哎呀这个 嗯 嗯 嗯 我觉得你是全场最能吃的 我来看看 真的 你吃的最多 这种它都给人吃的吗 你只要不浪费就行啊 弹得好好听哦 看看是谁弹 嗯 执法力度不错 这人应该是个高手 这人应该是个高手 我 我 我认识它 它在长途车上帮我搬过东西 还会弹钢琴呢 真没想到 你还真相信一见钟情啊 你还真相信一见钟情啊 你都几岁了 你都几岁了 这么大年纪还信这个 我是有多老 胡说八道 神经病 你还真正要你 你还好 你好 你好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啊 宝宝还好吧 挺好的 我在这儿不妨碍你们吧 不妨碍 不妨碍 那就好 你弹得真好 没想到你还会弹钢琴 很久没练了 生疏很多 没有 没有 什么 你先忙 我接个电话 好吗 好 你知道你刚才很凑凑吗 一点都不像平时的你 我都不认识了 他会弹钢琴 我就喜欢有艺术细胞的男生 是吗 等我一下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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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你动不动就想着他 有什么事情就记着他 静静静 你不要跟我说因为所有而不是了 我要睡觉了 别再给我打电话了 挂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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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了 你别管 我不管你管谁 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 你们 你们干什么你们 没事上一家看看 扔个门 对 他有一个星期还钱了 到时候别告诉没有啊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问你话呢打算怎么办 要是股票不解他的话 打算怎么办 你拆房子卖地还是卖老婆呀 说够了没有 没有 我妈打算这件事情不让我告诉你 她又打算帮你扛下来 钱先帮你垫上股票交给我爸运作 是赚是赔你都不用管 严肥我爸妈已经问你做到这份上 你究竟有没有一点感激之情啊 我爸马上要退休 别什么事都告他们行不行 说句难听话我告诉你 我压根从开始就没打过你们家一分主意 要不是你当初打着我的算盘 我会和你结婚吗小陆 还有啊 你爸妈也没你想得那么高尚 反正话我不多说了 还有 回去请转告你父母 啊 我前飞 以后不需要他们一分钱帮忙 一样能够出人头地 请进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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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 物业把我们公司的店给关了 知道了 出去吧 怎么 还有事儿 是这样老板 我女朋友一直催我结婚 上海这边房子这么贵 我们 前些日子家里人在老家给我找了份工作 我们想回去 想辞职之事吧 小刘啊 你也跟了我很久了对吧 辛苦了 说了 你还没想过 去吗 是 谢谢老板 老板 那这个月的工资 拿了钱 回家给老爸 老妈和女朋友 都买点东西 谢谢老板 谢谢 孙经理 来 抽支烟 我们公司有规定 上半时间不许抽烟 孙经理 这次来主要想请你帮个忙 最近我公司的资金周转有点问题了 但是我下周获款就会到 能不能够通融一下 下周把钱交上 那我帮你 谁帮我呢 就一个星期的时间 帮帮忙 那好吧 就一个星期 如果这个房子是我的 以我们的交情 不要说一个星期 就是一个月也没有关系 现在关键是这个房子不是我的 老板 老板每天催着我要钱 我也没办法 对对对 我一定不会让孙经理为难的 这是一百一十万元的本票 你看一下 请你把抵押的房产证还给我们 房产证 现在咱们两清了啊 谢了 小洛 这事算是过去了 你要是想和田飞好好过 就别再提他了 男人都是要面子的嘛 再说呀 他本意呢 也是想把生意做好 我知道了 谢谢爸 走吧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儿子 妈 儿子 想求您个事 借我一万块行吗 怎么了 公司出了点小状况 不过我马上就可以解决的 您放心 下周就会有一笔货款到账 不 妈知道啊 儿子你遇到什么事了 你要不是憋在这个份上 不会跟妈开口说的 快说儿子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呀 公司叫不出房租 物业把店都停了 那小鹿知道这事吗 这事我不会让他知道 我想自己解决 下周呢 会有一笔货款到账 大概五六万块钱吧 这样公司又能够周转一段时间了 实在不行 我得想想办法 妈这时候不帮你 谁能帮你呀 可你这个 拆了东墙补西墙 也不是个办法呀 对吧 对了 天飞啊 今天你表妹啊 来家里了 说过几天到上海玩几天 这丫头也不懂事 我是怕她不打招呼 就过去了 你今天下了班啊 跟露露说一下 让她知道这事好吗 妈 我还上台出宾馆吧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小鹿最烦的就是老家来亲戚 到时候又吵又闹的 让人家看笑话 好好好 妈妈这就给你汇款去 谢谢妈 作孽呀 成了上海人 怎么就活得这么累呀 作孽 对 什么咋 collabor刘 你都没看见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献血那是爱 是一种奉献 是勇气 也是一种鼓励 我已经决定了 以后每年的这个日子 都去献一次献 以此来纪念 我们蓝小怡同志的 伟大丹辰 伟大丹辰 我刚在附近办事 你要搬东西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 下次你还要搬东西的话 打我电话 你好 欢迎光临加脚油 加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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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仙间油卡价多少 加一半吧 现在油加价一百块钱 只能加一点点 就加一百 你要是给我 我们上六万开脚油 拿着三万一百块 加一银 从您开始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大哥 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你灯也不开 鞋也不换 你妈现在不在这儿 没有人帮我们拖地 麻烦你注意一下环境卫生 把鞋换 赶紧回房睡 你多久没有做出贡献了 我太累了 你上班季不用扛大包 又不用看领导脸色 为什么会累啊 你该不会是在外面有名堂了吧 像你这种历史记录不清白的男人 应该严加防范 我历史记录不清白 对啊 曾经你当着我的面片蓝小姨 明明跟我在一起 还是我没听见她电话 这种无聊小事还提她干吗 对 这小事是很无聊 但是她可以折射出一个人的品质 说明你的本质本来就是一个花心的男人 当初你可以跟我在一起 现在你就可以背着我跟其他女人在一起 或者背着我跟你的旧情人在一起 你觉得我说对吗 我要睡着 我问你 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 那天面对只穿着性感睡意的老婆 为什么一点想法都没有呢 敢不敢把你的手机让我看一下 老婆每天这么闹 老公有欲望才惯 你不要看手机吗 拿去看 随便看 然后一定要按线 这样的好会 他要做一件事 老婆 不管 gim jou 武器 什么 明icher 同病 你 adapter 好 你家装修好了没啊 差不多了吧 我这两天跟蚂蚁搬家似的 一点一点把东西 放到新家去啊 累死我了 这勤俭是哪呀 财务部的红彦 她要提高啊 我跟她熟吗 她为什么又给我啊 她不仅给了你 而且给了所有的人 你心里平衡点吧 那我到时候 一定要放开吃 把饭先生吃饭 今天都几号了 这个月还有几天了 我们部门任务到现在 还有那么大的缺口 你们还有心思聊天呢 太不像话了 来 王小辉 我去吧 拿个新的 阿文 把那灯泡给我 你们知道换一个灯泡需要多少人吗 多少啊 如果是电工换灯泡呢 只需要一个人 如果是爸爸换灯泡呢 他会命令妈妈扶着椅子 儿子打手电筒 那么需要三个人 猴子 你不是爸爸圣四爸爸 这么简单的换灯泡一个动作 你就叫了我们两个人给你打下手 你可真行 你知道如果是领导来换 需要几个人 很多人 先开碰头会 再呢 召开讨论会 然后是下发文件 开始呢 小A拆灯泡 小B买灯泡 小C检查灯泡 小D呢 安装灯泡 小E要验收灯泡 小F 还得去报销发票 这需要很多人 对吧 现在我们只需要三个人 小E 怎么这灯刚买就坏了 答案很简单 他买的都是特价货 这次装修很生动地给你教了一课吧 学到什么了 便宜美好货 别拆穿我呀 好了吗 还要一个 我的新家终于诞生了 我周末就要去接妙妙和我爸妈来 但是 你只有两张床一张桌子 这就够了吗 师范睡觉不就这么点东西吗 其他东西慢慢得添置 好啊 不行 我现在就要去接她们 现在就要去 我陪你去 爸爸我要穿这件 今天已经换好了 我们明天穿好不好 你女儿也真是的 搬家这么大的事情 总得给一个星期的时间嘛 她倒好两小时 这就不懂了 我女儿也想她的女儿了 事出有因挺有可原嘛 抓紧时间嘛 这个不懂 不懂啊 有毒的 收好了吗 收好了 宝贝 这么大的事应该来个电话呀 猴子 来 请坐 请坐 我来了 猴子 来来来 坐坐坐 来来来 请坐 请坐 猴子啊 好 你说我们家小姨 倒是挺好的啊 妈 我跟猴子是好朋友 不行 来 喝水喝水 好 谢谢 我怎么想你怎么知道 你是我肚子里的灰虫啊 我不是你肚里的灰虫 但是我是你身上掉下的肉啊 妙妙 我当然知道了吧 去吧 你什么事这样的 妙妙 我们回家了 来 妙妙 让一让 来来来 小姨啊 把这个脸盆也带上 妈 这个哪儿都有卖的 不用带了 这喜菜真好用 真合适啊 好 来来来 猴子 来 来来来 你连这个都带 车哪儿装得下了 真是 都得去买 要钱买吧 那你少 好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快 上车了 我们要走喽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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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钱是吧 再说小弟我最近啊 手头有点紧 而且公司呢 正好有笔业务 这其实要付钱 您看能不能先截了 我周转一下 不是我不给你啊 我的货卖出去 款还没截回来 他们欠我了 我只能欠你的 您看话不能这么说啊 按照合同啊 是 按照合同 你去告我好了 我还有事 小赵 帮我送送天总 天总 不好意思 这边请 那我下次再来啊 喂 你好哪位啊 天总 还记得我吗 我是老周啊 我朋友的公司要配一百台电脑 我介绍了你们公司 他想跟您面谈 真的啊 那太谢谢您了 太好了 您朋友公司在哪儿 我这就去 他在浦东新区牡丹路 对了 你带着营业执照副本过去啊 人家要看的 哎 好好好 营业执照是吧 我这就回家拿去 我家要看的 你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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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着 去吃自足餐好不好 我同學說 你們上海自足餐最好吃了 有海鮮呢 表哥現有急事啊 沒時間給你吃的 那我自己玩 表哥 你家真漂亮啊 這沙發真軟 很貴的吧 上海的東西就是好 表妹啊 表哥這幾天實在太忙了 家裡沒人照顧你 這冷鍋冷燥的 沒人做飯給你吃啊 要不這樣吧 表哥給你找個地方住 這幾天你再上海自己玩 表哥 是不是表嫂不樂意我住你家啊 親戚們都說你老不可兇了 你可怕老婆了 沒有的事 哪個親戚說的呀 關鍵是表哥和表嫂 這幾天太忙了 你來之前也不打個電話 否則我早就把時間給空出來 我得趕時間還要見客戶了 別玩了 走了走了走了 我還要見客戶 你好我正在開會有事情留言 喂小姨啊 是我田飛 我以接下來找你幫忙 我表妹來上海找我玩 我實在沒時間照顧她 能不能去你那兒住幾天 謝謝 你打這個號碼 找我朋友 就是是我表妹 她肯定會接待你啊 這幾天表哥實在太忙 沒時間照顧她 自己玩 藍小姨 不是你前女友嗎 噓噓噓 你懂我小姨在懂什麼事 想說 這兩百塊錢 你拿著 然後我可以自己買點吃的 表哥實在沒時間照顧她 這邊這個商場呢 可以逛街也可以吃飯 你自己照顧她玩 我沒時間照顧她啊 那下去啊 爸爸 自己照顧她自己啊 沒事的話 你打我電話 好 今天的會議就開到這裡 散會 小姨啊 是我田飛 我以接下來找你幫忙 我表妹來上海找我玩 我實在沒時間照顧她 能不能去你那兒住幾天啊 謝謝 不好意思各位 我接個電話 小姨啊 你搞什麼 你表妹來幹嘛住我家啊 這件事實在是你能幫我了 我找不到人幫我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表妹 就突然跑到上海來了 搞得我措手不絕 而且這幾天我正好在開會 我有急事我脫不開身呢 我告訴你啊 最近我和小陸關係不好 我是不想讓她知道 表妹來上海找我 我們家沒地方 我爸媽也更來上海 不行讓她睡沙發啊 是不是 小姑娘她事業能力強 對不對 我跟你說 你說我在上海混了那麼多年 如果讓老家親戚知道 表妹來上海 連個住的地方都沒有 我這個做表哥的 回去肯定被他們說 我們家沒沙發 還沒來得及買呢 不行也打地鋪呀 小姨 你 你不會不幫我吧 求你了啊 拜託你就幫我這一次啊 我跟你說 我正在跟幾個客戶談判呢 這筆業我要是談成了 我公司能撐好幾個月呢 我不跟你多說了 他們等我呢啊 挂了 我欠你了我 小姨回來了 吃飯去吧 不要吃了 心情不好 走吧走吧 人是鐵 發是鋼 飯總是要吃的 吃了就心情好啦 走啦 好 快 天總 我瞭解到你們的報價比別人高出百分之十 沒辦法呀 原材料漲了 這叫連鎖反應 你知道嗎 說到連鎖反應呢 我講個笑話給大家聽 老胡要請一個老領導吃飯 想拿我做陪 我打電話給我老婆說晚上不回家吃飯 我老婆呢就打電話給我岳母 老媽啊 田非晚上出去硬著 我要回家吃晚飯 我岳母呢就打電話給我岳父 哎 女兒難得回家吃飯 你趕緊回來吃飯吧 不岳父呢就趕緊打電話給老胡 說今天家裡有事 飯局改期吧 結果呢 老胡又打電話給我 說 田非啊 老領導失約了 你該忙啥就忙啥吧 這是連鎖反應第一階段 結果第二階段就來了 我就馬上去西爾頓 訂了晚餐 喊老婆過來享用 老婆招職寄來 然後呢 立刻打電話給我岳母 媽 晚上不回家吃飯了 下周再回吧 我岳母呢 就打電話給我岳父 你別回來了 忙你的吧 岳父打電話給老胡 嗯 飯局照舊 你說那家飯店在哪呢 老胡呢 只能又打電話給我 說 田非 晚上飯局不改了 老領導又有時間了 最後呢 我還是得打電話給我老婆 說 Honey 晚上還有飯局 我不能陪你吃飯 哈哈哈哈 這個段子講得很有趣 你太有才了 所以啊 胡總 這個故事的道理要告訴我們 連鎖反應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漲價也是不得已啊 好吧 那就買你們的了 不過我要現貨 而且兩天真的完成安裝 可以嗎 行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怎麼樣 今天餐廳味道還不錯吧 我覺得土豆還挺好吃的 我就說你吃了心情最好 是貼那兒 是三個危機來的 又來了又來了 喂 喂 蘭導一啊 你怎麼不接我電話啊 你哪位啊 我是田非的表妹 我表哥還說你會特別歡迎我的 你怎麼連我電話都不接啊 我現在在奧特萊斯門口 我累了我想休息了 你家怎麼走啊 對了 你有沒有車啊 叫你來接我好了 表妹小姐 我沒有時間 我正在上班呢 你請個假不就是了嗎 我還沒有把話說完 你表哥就把電話給掛了 我家很小 沒有地方讓你住的 家裡小的沒有關係了 我知道 你們上海村莊村土 住的地方都不大的 大不了我打個地步嘛 要不我跟你提起啊 反正我不建議的 好 那你先把電話掛了 我馬上給你打過去 那你自己想把電話掛了 喂 你好 是賣家快捷酒店嗎 我想訂一個特價包 越便宜越好 容得 您就脫小弟吧 低水針 當永泉香包 都是兄弟 不用說 喝 电位的话 对 喝 这种真讨厌 从中午到晚上 喝 就是啊 还让人休息 小姐 请出售您的身份证 身份证 田田 身份证 我没带啊 那拿我的登记吧 田田 我身份证落家里了 我去取一下 马上就回来啊 哎 我跟你一块去 不行 哎 那万一你不回来怎么办啊 我要是那样的人 我就根本不可能给你开房间 等着我 田蜜蜜 你笑的田蜜蜜 好想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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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来了 吃的 来就来嘛 还带这么多东西 你想在我们家 打吃酒盏啊 阿姨在做饭呢 欢迎 欢迎 我最喜欢你到我家来了 以后来就不客气了啊 来 我来帮你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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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 来 来 吃 妹妹啊 要洗手了啊 吃饭了 猴子 坐下 别动 我在家就是从来不动手的 你说什么呢 快烧水去 泡茶 淼淼 嗨 好吃 叔叔 你看我也好吃 亲一下 你真可爱 来 来 我们洗手去了 爸爸 来 猴子 你在外面认识的人多 给我们小姨 介绍男朋友吧 妈 你又来了 其实阿文已经给小姨 介绍过一个博士了 但她没看上 原来介绍博士她都不要了 小姨啊 那你要找什么样的人啊 国务院的 吃饭 吃饭 这事要慢慢来的 还慢慢来 她都多大了 隔壁清清啊 人家早就结婚了 还比你想两岁呢 找个公务员 张叔叔家的女儿 清清 长得比你难看多啊 我有多难看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比她漂亮 你比她漂亮 小姨 小姨 对我来说你最美 你说这个事我就着急 小姨啊 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人呢 你给爸爸妈妈说说 我想找一个 财貌双全 德财先辈的 行了吧 人家哪能要你啊 人家少年轻漂亮的 你是不是我亲妈呀 人家怎么打击人呢嘛 阿姨 我怎么样 我和小姨搬配吗 小姨哪能配得上你呀 我还不去配她呢 来 好 去去去 我吃 别客气 小姨 吃饭 来 小姨 吃饭 来